文端運算是一種以互聯網的運算方式 透過共享電腦的軟硬件資源 而獲得數據操作和訊息 用戶可以按照各自需求而加減所需的資源配置 收費亦會隨用而增加 可以說是一個Pay-as-you-go的模式 而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NIST的定義 雲端運算服務應該具備以下幾項特徵 1. On-demand self-service 隨需要而自助服務 Ubitigus 的 Internet Access 隨時隨地用任何網絡的裝置存取 3. Multi-tenancy and resource pooling 多人共享資源池 4. Rapid Elasticity 快速重新部署的靈活度 5. Measured surface 可備監控和測量服務 其實雲端運算源於早年互聯網 在網絡圖上以一團雲作代號 大概在2006年由美國的Amazon提出 彈性雲端服務而開始 後來同年由Google正式提出雲端運算這個概念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院 NIST雲端運算的定義中 明確說了三種服務形式 和四種部署模型 首先就是SAAS 軟件職服務 而第二種服務形式就是平台職服務 PAAS 基礎架構職服務 IAAS 就是第三種服務模式 然後可以講解一下 四種雲端運算的部署模型 第一就是公用雲 Public Cloud 第二種部署模型就是 Public Cloud 私有雲 第三個部署模型就是 Community Cloud 即是社群雲 第四種模型就是 Hybrid Cloud 混合雲 雲端運算其實對香港企業是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對中小企 因為中小企在電腦的資源有限 透過雲端運算其實它可以善用它的資源 而雲端運算也是因為不受地位限制 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用得著這個系統 對中小企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而這個雲端運算也可以幫助它對外的溝通 無論它的客人也好 它的合作夥伴也好 都可以透過這個雲端的平台來一起工作 變相中小企可以比較專注在它自己的業務發展 而不需要投放太多的時間在IT電腦的資源上 所以對中小企來說 雲端運算可以說是非常有用的 香港現在的雲端服務現況 就是我們看到多了跨區域的互聯合作 已經看到有很多國外、內地的 IDC、Internet Data Center和IAAS的服務供應商 來了香港設立機構和數據中心 近年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趨勢就是 中港兩地的IDC和IAAS的服務供應商 都積極地去尋找異地的合作夥伴 也有些供應商發展起多層次的合作關係 他們通常的客戶都有一些跨地區性的特性 而IAAS層的Interoperability和Portability 即是雲與雲之間的互通和可攜性 標準化的推廣會 亦都令到資源的整合和共享更加容易 我們現在看到雲端產業的新態就開始形成了 由於一般的用戶是不太清楚 各層雲端服務的供應商 所以會透過中介和代理的機構 去選擇適當的雲端服務商 亦都會見到國內的雲端供應商 會透過中介者或者顧問公司 開始進入香港的市場 並且以香港作為一個支點走向國際 雲端運算的應用是非常廣泛的 簡單來說可以分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對外方面 就是說透過雲端的平台可以提供到 你產品服務的資料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可以提供一些網上的服務 第二方面就是對內的服務 包括了可以改善它的流程 令到它的工作更加的順利 這是內部方面的應用 第三方面就是對內和對外都有用的 這個很多時候對內就說 因為員工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部門 亦都可以透過雲端的平台來工作 亦都可以對外聯絡你的合作夥伴 或者供應商等等 這個都是對內和對外都可以用的